它是有右红性细胞贫血 有贫血 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一个 我看你命根当中应该有两个 还有一个 听得懂吗 是可能打掉了 或者是掉了流产了 对 对不对了 对 你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很难产 很危险 医生是这样说的 看见了吗 医生是这么说的 我告诉你 你要当心点 他现在呢 经常头会晕 人呢 是的 是的 还有颈椎不好 明白了吗 关节不好 人瘦 我看他里面瘦得不得了 身体很瘦 你过去比现在胖 身体啊 过去比 现在比过去瘦很多 明白了吗 是的 他这个毛病呢 不算什么大病 但是呢 跟他的这个祖上啊 有杀业有关系 祖上有杀业 听得懂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好好地念经吧 往生咒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好吗 小房子 念四十九遍 我看你的命根 你的 你们家里 有你的祖上啊 瘦不是很长的 你这个人 瘦也不长 所以你要赶紧要 为这个杀业要付出很多 所以你要念很多张小房子 至少要念一千八百张 好吧 是的 好的 所以到了后来 你的血烧板会减少 皮肤会稍痒 对不对啊 是的 两个灵性 好好念吧 好吧 什么放了多少 啊 什么放了多少 八千条 八千条 一个灵性 放八千条 好不好 好的 两个放 虽然你们家 不是太富有 但是慢慢地放 跟菩萨奖 会越来越好的 好吗 我告诉你 你叫你老婆啊 不要替你背了 你做错很多事情 你老婆对你很好 在帮你一直求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帮你背了很多 你问他是不是了 整天自己不求就替你老公求 是 亲爱师傅 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 自己没有能量 如果自己身体还不好 如果自己觉得最近运程很不好 千万不要去帮人家求 因为求到后来 最后 业障到自己身上 帮人家背 你帮人家背 也要背得起的 所以背不起的话 你就吃苦头了 对 刚才我问你 冒险